Lanbro 3 已經是電四驅 追光夢想家都一樣 是否有四驅就一定是夢想家 當然不是 冰天雪地真是雪地 如果你用E-PIMAS 我相信你這裡真的流冰流到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謹記 車有四驅當然好 但你一定要用一雙對的鞋給你這個好才可以發揮得更好 否則大家都一樣 趁著現在下雪 我們做第一件事就是去圓環關閉ESP 看看這個藍圖V可以還到什麼程度 事實證明 藍圖V可以飄得起 不過這個穩定系統 它就不太老皮了 你大概車速過了80之後 或者你的擺幅太大的時候 它就會收回來 所以其實這套四驅 它會有自己的脫困能力 但是它也是很保守的 然後不久它又來了 又進去了 又習慣了 又讓你玩一會 正 所以實證明 藍圖V也可以做得更好玩 好玩 平時廣東的細貨都不怕的 突爆冰之後 丟掉它的車子乾淨了 在圓環道已經盤得起身了 只有這個車可以橫著走 那下一步做什麼 當然是下去細賽玩玩玩 瞬間沒有找地力了 不是,試試吧 其實來到冰天雪地 這裡的駕駛環境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平時我們存到的駕駛知識 駕駛技巧 這裡並不完全適用的 特別是我們這些南方來的人 未見過世面 未見過雪的人 你一定要小心 這條路其實很好地說到 我們現在東北開車會遇到的路面 有正常的泊油路面 冰雪 其實大家都知道 正常路面 你走四季梯都行得到 只不過性能肯定沒有夏天那麼好 遇到冰和雪 我們應該怎樣選擇呢 告訴你 千萬不要貪玩有冰玩流冰 記住 有冰要避冰 有雪就踩雪 這樣的話 其實車會穩陣很多 很多人會想 雪為何踩上去 不是鬆散的嗎 你就不要以為了 流冰是滑到你真的控制不到的 雪是有負著力的 所以有路行路 有雪行雪 有冰備冰 如果剛才說過的東西 你都記入腦的話 記多一個字 就是要慢 不是車速慢 是你所有駕駛的動作都要放慢 不要急加速 不要急煞車 同時不要急打軚 因為軚打得急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將你所有駕駛錯誤 都會放大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 哇 很厲害的 譬如你起油氣都大的時候 如果車的ESG 做得不漂亮 你車會橫著去擺 那煞車煞得急的時候 附著力不一樣的時候 那部車也會很容易失控 所以記住 電子系統有 它會幫到你 但是一旦超出它的物理極限的時候 在冰雪天 誰都救不到你 這些不正經的科目 已經開完了 其實我心裡最想的是什麼呢 當然沒有電子系統干擾我 我可以自己暢快地玩 畢竟這部車馬力是足夠大的 你知道8公里加速4秒8 真的不是玩的 這輪車很棒的 就是有車身溫力系統出來 打擾了 令到你心情打破了 但是 如果要有公路去駕駛的心態來看的話 你會發覺其實這種建築是對的 因為你確實好像大圓一樣 還有那輪賽道 如果是全部系統開定的前提下 你可以很安心地過每一個彎 是定的 你不會有些不穩定的因素會干擾你 但是你說要玩車的話 我始終覺得它可以放得更開 因為你性能已經做得那麼硬 為什麼不再來多一個進階者模式 考完試之後再讓我們去玩呢 這個就是今天的心得了 有電子系統 又有些妨礙心情 但是在路上 它這樣是對的 你們覺得呢 其實我們就去買了一杯星巴克的時間 你看到這台車的擋風玻璃上 已經全部都是雪的了 這個其實跟廣東下雨是有點相似的 不過不同的東西會積在上面的 如果你是用新能源車的話 有好處是打到APP 你就可以控制車軟程加溫 那你的玻璃上面的雪就會溶了 那你著車可以走 還有一個就像素巴佬一樣 它有一個加熱的前檔 就是將雨掛加熱之後 你不會因為凍了下來 積了冰汽水 它就會凍住了 所以其實軟程和加熱這件事 來到北方下雪天是很有用的 其實藍圖這車最棒的是什麼呢 我在廣東用都好 三度天氣一上車 椅子是暖的 空調是暖的 而且很早的預早知道你要來的時候 哇 上去爽很多 哪怕你忘記著著車 不要緊要上車都是暖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是最怕冬天這些新縮門把手 凍住了 他們怕的是 本身有雪 然後溶了一晚之後 這裡就會凍成冰 這個也挺大力的 所以用到現在都沒有見過 有凍實的 那麼 上車出發了 你看 多厲害 多厲害 其實我覺得一些增程 或者是PHEV的車 因為你有機器 我覺得冬天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好像油車一樣 可以先開啟機器 既然開啟機器 你可以跟車的大電池充電 充電的同時 發動機有餘熱 你就可以用來供暖 你就省了電加爾斯的電能 那我到你了 是不是可以實現 其實在廣東 你再冷都不會看到這些場景 讓你體驗一下 下雪開雨掛有什麼感覺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爽 棒 你在場地駕駛得很健康的人 不要想在街上一樣那麼健康 因為這裡多了很多車之後 你會發覺大家不是順著走的 路邊會周圍有車出來 這時候就很考反應了 考反應就不能說 例如我平時在廣東的街上開車的反應 那些我都肯定守得住 但來這裡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次來駕駛冰雪的朋友 一定要夠慢 將煞車距離拉大 你本身可能留一個車位的位置 你完全可以留三個車位才能守得住 真的不是開玩笑 所以其實在冰雪開車 第一件事要感知的是 所有動作要放慢 然後因為它會把所有動作都放大 第二件事就是這部車有360很清 360清的程度有時候是雪地 現在下了大雪 周圍都白色 你不知道路邊是邊 因為全部都埋著 所以這時候有一個很漂亮的360 其實可以解決了你平時停了戶外停車 看不到線、看不到位置的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對我自己來說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容量兩米闊 長度不得了,很多萬區 所以這是一個好用的東西 還有一個關鍵是甚麼呢 這部車我覺得在街上最好是 它軌人力控制,比較穩固 但下駕駛,哪怕你計算再好也好 磨擦力這件事是看不到的 這時候真的慢得就慢 如果不是再好,駛駛駛一樣會向前飛 早點收一下這些地方 真是不可以吃虧的 你收住就還好 別人收不住就別人的事 其實這個場景我也覺得很棒 白茫茫的一片件衣服又有車又有 你會覺得很有感覺 實際上未必好像你想得那麼完美 好像現在的衣服上雪 一會兒扔上車全身都濕了 現在頭髮已經好像淋雨一樣濕了 基本上已經凍成冰了 所以你看到的,未必你想得到這麼美好 就駕駛這件事 說真的,我們這些平時沒駕駛過雪 沒遇過冰的人來到的話 你會覺得真的很難控制 因為太容易流冰了 所以來冰雪天一定要有敬衛之心 哪怕你有一部性能很好的車 有四驅有雪胎也好 駕駛駛一定要有敬衛之心 因為雪地開車太多是不可預見的變量因素 所以來駕駛駛,小心遺償 慢一點遺償,不要過於自信 你看到我們今天冬天冰雪天開車的視頻 你又敢敢來駕駛呢?